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ley 歡迎大家回到這個31日樹琴小練習 今天是1月6日的 6時42分 來到第六日想跟大家 講一下 Open Hand這個 技巧 我們也說了 如果想要一個很清楚的Bass 我們應該要Muffle 但沒理由每一次 我們又要彈又要Muffle 這樣會比較煩 所以有時候 當我們想每一個Bass音 都是清晰 而沒有其他雜音的話 我們可以用Open Hand Open Hand就是 我們打開我們的左手 類似一個有一個Tick 你叫副口位形式是Tick的形狀 然後手指公呢 第一個我們想彈C 我們就用手指公放C 其他手都會 是整個Flat 這樣去貼住 其他琴線 然後就彈這個 C音 下一個B音的時候 都是放平下去 按住C音 先彈 對 對 這樣去彈這個 Dó T La So 的話 每一個音都會獨立 而不會混合前 譬如 你彈完C 後面這個B彈的時候 不會有兩個音混合在一起 就會很清楚 而我今天抽了一首歌 出來練習的就是 那西年的最後兩項 因為最後兩項 其實它的音都是 整體上一個人比較靜 準備一首歌完結 所以做一首Bass 其實我們可以用Open Hand的技巧 令到它更加單一更加清楚 更加純粹的感覺 對 我們彈之前要預先設定 這個B-Flat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用 一首B-Flat 今天就和大家練習了Open Hand這個技巧 Open Hand如果是C B-B-A-G 你會聽到很清楚 左手的Bass line是一路下去的話 其實這個呢 都是Canon Code progression的 一個變異版 所以你可能在 我編的樹琴流行曲裡面 都會比較常見到 這條左手的線 如果你看到的時候 如果整個音樂比較簡單 或者你想要很清楚 那種感覺的話 就可以用到Open Hand 我們今天就去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